欢迎收看2100整点新闻 我是李一学 马上带你来看到大雨酿成的意外 陆娟军官学校校有总会 上午在台北的凯达格兰大道 举行加年华 没有长到帆布积水过多 瞬间是压垮钢架 整个舞台都毁了一半 不但把台上的铜匠给压倒 有乐手也疑似头部挂菜 紧急送医治疗 而另外在南投仁爱乡的 例行产业道路 则是有边坡摊坊 吐石崩路的瞬间画面 现在曝光 台上管约演奏一首旺春风 没想到突然间舞台塌了 瞬间所有人都吓坏了 台上铜像被压倒 还有乐手见血挂菜 而凌乱的现场 还有大量积水 从岛下的帆布 不断往地面溢流 民众一阵慌乱 有人打到 先撤 恐怖舞台倒塌事件发生在上午 陆军军官学校校游总会 为了庆祝黄浦建军白年 在凯达格兰大道举办嘉年华 没想到阅兵舞台 疑似不堪雨水重量 支架螺丝断裂 帆布连同钢架 硬声夸下惊险万分 而在南投仁爱乡 例行产业道路则有土石摊坊 场面同样惊人 大大小小石块倾泻 把树木连根扯下 一同滑落到路面 受大雨影响 例行产业道路从两天前开始 就陆续有摊坊情形 原本已经出动重机具处理 无奈快抢通时 又遇上大雨 导致双向交通中断 没有办法上山 如果超过黄金彩查时间的话 查业就会比较粗老 那当然价钱就会比较不好一些 新北五谷登陵路 则有颗高近两公尺的路数 不敌大雨断裂倒塌 横躺在马路上 使得双向车道受阻 不管是轿车还是机车 只能钻缝细绕行远离 幸好当下没有砸到人车 实在好险 记者 正好报